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来自江西南昌 是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 我叫邓远远 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次机会 能与大家共同学习 共同探讨 共同进步 把我美丽的家乡江西 介绍给各位 也希望你们能够爱上这片乐土 江西是一块革命的乐土 蒸笼岁月 碧露蓝绿 江西是一方人文的沃土 雄舟暮烈 俊彩星池 江西是一片多彩的乐土 踏遍青山 风景独好 江西简称干 别称干婆大帝 风景秀丽 人杰地灵 位于我国长江中下游南岸 东陵浙江 福建 南连广东 西靠湖南 北辟湖北 安徽 而共接长江 江西的省民来自于 唐玄宗时期设置的江南西道 意思就是地处在江南的西部地区 江西是一个以山地丘陵为主要地貌的省区 全省16.69万平方千米的面积中 山地占36% 丘陵占42% 水域占10% 港地平原占12% 真可谓七山一水二分地 江西省共有11个社区市 省会是南昌 也就是我的家乡 首先请大家通过这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江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西的母亲河 赶江 与中国绝大多数河流的东西走向不同 赶江是南北走向 是江西最大的河流 全长991千米 号称千里赶江 以万安新赶为界 分为上游 中游 下游三段 赶江的水养育了江西人民 所以我们把赶江亲切地称为江西的母亲河 而在赶江中游建造的万安水电站 就是江西最大的水力发电站 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鄱阳湖 鄱阳湖是中国第一淡水湖 它位于江西省北部 长江中下游南岸 因水域扩展到鄱阳县境内 随代开始称为鄱阳湖 沿袭至今 鄱阳湖是一个季节性变化巨大的吞吐性湖泊 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库 鱼儿 鸟儿 草儿 种类繁多 特产也很多 有鄱阳湖食鱼 银鱼 鄱阳湖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 和世界上最大的白鹤和天鹅月冬地 如今 保护区内鸟类有三百多种 其中白鹅等真情五十多种 可以观赏的白鹤两千八百多只 其他候鸟达四万多只 鄱阳湖是鸟的天堂 被称为白鹤世界真情王国 英国菲利普亲王称其为中国的第二长城 江西山水文化四大名山 江西境内群山连绵起伏 风光秀美宜人 景观独具特色 由以庐山 景岗山 龙虎山 三青山等四大名山最为突出 千百年来 文人默克 僧人影视 文成武将分治踏来 在此纵情山水 感悟人生 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迹 千年神仙居所 庐山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 南北长约二十九千米 东西宽约十六千米 面积约三百零二平方千米 山底呈椭圆形 从形象特征来看 庐山就像一座高大的房子 蔚然屹立在广阔的鄱阳湖平原上 这或许就是庐山名字的真正由来 东明寺 白鹿洞 花镜 庐山会议就指 每一处古迹都能让人感受到历史脉搏的跳动 仙人洞 锦绣谷 韩婆口 绣峰 吴老峰 每一个景点都展现出庐山与众不同的无限风光 庐林一号 美庐 老别墅 将军别墅村 各式各样充满意欲风情的别墅 点缀在庐山美丽的自然风光中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交汇 使庐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同时拥有 世界文化景观和世界地质公园 隆誉称号的世界级名山 红色革命摇篮 井冈山 井冈山位于江西省吉岸市 主峰北路的中心腹地 有一座海拔862米的公园市山城 赤平 赤平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1927年10月 毛泽东 朱德等率领工农革命军 来到赤平浴血奋战 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赤平也是整个革命根据地 党 政 军领导机关和后方单位的所在地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 以赤平为中心 在井冈山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从此 井冈山便被载入了中国历史革命的光辉史册 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 江南道教圣地 龙虎山 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 整个井区面积约220平方 是中国道教发祥之地 龙虎山原名云井山 因山上一块高一百多米 宽数百米的五彩山岸 红紫斑斓 照耀西水 光彩卢井而得名 东汉中叶 道家祖师张道林在此研修道教 练九天神丹 丹城而龙虎县 顾改云井山为龙虎山 龙虎山因崖木而神 千水岩一带的悬崖峭壁上 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岩洞 这些岩洞数以百计 离水面20至50米以上 最高的达300余米 星星点点或高或低 或大或小 这些岩洞口或钉木桩 或封木板 藏一棺而抱其伴者多处可见 这就是据考古专家考证 已有2600多年的龙虎山崖木 是我国历史最久远 墓葬数量最多 出土文物最珍贵 安置位置最显要的崖木群 是中华古乐文化 不可替代的象征与见证 世上无双福地 三青山 三青山位于江西省上老市 玉山县与德兴市交界处 经历了14亿年的地质变化运动 宝金沧桑 形成了举世无双的花岗岩风铃地貌 三青山自然风景秀丽 景点众多 景观布局东显西齐 南爵北秀中风威俄 尤其是三青山空蒙的云雾 千姿百态 生生不息 飘飘渺渺 隐隐约约 将山风笼罩 犹如人间仙境 三青山还是道教名山 自靖朝葛洪开山以后 便逐渐为信奉道学的名家所向往 成为历代道家修炼场所 至今山上还留有葛洪所掘的丹井 和炼丹炉遗迹 慈中翘楚 景德明镇 景德镇的景德二字 取自于宋真宗的年号 由于当地出产的慈器 质地优良 才有幸以皇帝的年号命名 并沿用至今 景德镇有世界慈都的美誉 是中国的智慈中心 据有关史料记载 古代东南亚 阿拉伯 非洲及欧洲地区的人 都十分喜欢中国瓷器 特别是景德镇的瓷器 公元1405年开始 郑和西次下西洋 带去了大量瓷器 特别是景德镇瓷器 当年郑和船队走到哪里 景德镇的瓷器就传到哪里 其中青花瓷和青白瓷最受欢迎 我国是著名的陶瓷古国 在长达17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 景德镇创造了世界至瓷尺 无与伦比的光辉业绩 形成了白卢玉 明卢镜 薄卢纸 深卢盘的独特风格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青花瓷 粉彩瓷 玲珑瓷 颜色幼瓷 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词 江西的饮食文化 江西气候宜人 土地肥沃 环境优良 是著名的鱼米之乡 有着丰富多彩的绿色农产品 万年贡米洁白如玉 吃起来满口生香 富含多种微量元素 是天蓝的绿色食品 南风蜜菊 果色金黄 皮薄露嫩 风味浓甜 有贡菊之美誉 君山湖大闸蟹 青背白肚 金爪黄毛 各大味美 营养丰富 是大闸蟹中的上品 十大名菜 梨蒿炒腊肉 梨蒿炒腊肉 是干菜中的代表作 脆嫩爽口 味道鲜辣 是当地人餐桌上 不可或缺的一道佳肴 当地人常说 鄱阳湖上的草 南昌人的宝 腊肉与梨蒿的邂逅 可谓妙哉 肥嫩的腊肉 被炒得微香脆嫩 青绿的梨蒿点缀在周围 在灯光下 泛出点点的油光 扑鼻的香味 振振袭来 吃一口舌尺生香 令人回味无穷 这道菜还隆登 北京奥运会主菜谱 如今已经成为江西 尤其是南昌的代表菜之一 来南昌旅游必吃 莲花雪鸭 莲花雪鸭是 平香市莲花县的 一道传统美食 因具有松软路口 皮薄露鲜 肥而不腻 鲜嫩可口的特点 被列为十大干菜之一 每逢农历五月 端午纵香之时 干西人总会用黄酒 茶油 红辣椒等调料 精心烹制莲花雪鸭 有时还会加点丝瓜 青豆 茄子来提鲜 祭拜完神仙仙祖后 人们就开始享用人间美味了 四星望月 四星望月俗称 新国粉龙床 是江西赣州新国县的一道客家传统名菜 被大文豪郭木洛誉为天下第一菜 他以活草鱼 水发粉干为主料 以油 盐 酱 葱 蒜 肉汤 薯粉为调料 以鲜 香 辣 爽 著称 据说四星望月的菜名 由毛泽东所取 他把这道菜名命名为四星望月 因为一个圆竹笼 向大的圆月亮 四个碟子 向星星 星星和月亮 就像各地的工 农 商 学 群众盼望红军的到来 从此 新国县这道客家风味菜 再录了中国名菜谱 还走上了中南海的国宴席 井冈烟笋 井冈烟笋为江西井冈山 山区极具特色的传统民谣 以乌烟笋 猪肉丝 干红椒为主要食材 这道菜应肉制美味香嫩 笋味棉楼 深受食客的喜爱 井冈山素有革命摇篮之称 人们常说 井冈山两件宝 历史红 山林好 井冈山是天蓝的烛海 竹笋遍地 而被誉为竹林海参的烟笋 则是最值得称道的竹林瑰宝 一颗颗大竹笋被剥去层层笋衣后露出鲜嫩脆的笋心 倒入清澈甘甜的井冈山泉水高温真煮 保留了竹笋的原汁原味 再用木炭纹火烘烤制干 熏制成黑褐色的笋干 这就是乌烟笋 客家酿豆腐 豆腐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食品之一 豆腐是黄豆和水结合的神奇产物 据说一个地方的水好不好 品尝一下当地的豆腐就知道了 江西水资源丰富 各地以豆腐为原材料的菜肴或小吃也不少 其中客家酿豆腐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道美食 这道菜既美味又营养 口感鲜香滑嫩 具有独特的鲜浓味道 酿豆腐是将方块大小的白豆腐炸成金黄色 在每小块豆腐中央切开一口 用香菇、猪肉、鱼肉、葱蒜等 或成肉馅塞入其中 外面抹上调湿的淀粉封口 放葱花、香油 沉在鸡汤瓦宝内焖 食用时可索味精、胡椒等调料 三杯鸡 三杯鸡是江西宁都的一道历史悠久的传统名菜 因烹制时不放汤水 仅用酒一杯、油一杯、酱油一杯 故得名 这道菜通常选用宁都特产三黄鸡作为食材 陈菜后色泽红润光亮 闻至姜汁醇厚香浓 长汁鸡肉软滑细嫩 因此闻名天下 鱼干辣椒炒肉 鱼干辣椒炒肉是江西省上老市鱼干县的一道名菜 具有辣嘴不辣心的特点 是在江西大街小巷的餐馆酒店 都可以吃得到的一道家常菜 据有关资料记载 明清时期鱼干辣椒多次作为地方特产 进贡朝廷 风树辣具有皮薄露厚 清辣适中 营养丰富等特点 辣不伤胃 晒不流渣 无论是单独做菜 还是与其他食材搭配小炒 都是极好的选择 其浓浓的鲜辣味令人胃口大开 庐山石鸡 庐山石鸡是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的一道特色名菜 特选用生长在庐山山间的石鸡 以烧 焖 炖 蒸 炒为主 具有金黄油料 肉质鲜实 而爽口弹牙 口感醇厚的特点 深受大家的喜爱 庐山石鸡生长在庐山的深渐小溪 岩壁洞穴中 昼浮夜出 与普通青蛙一般大小 又名赤蛙 石鸡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有清腥 去痰 沥水 提省等功效 泼洋湖胖鱼头 泼洋湖胖鱼头鲜辣微酸 肥嫩鲜美 富含各种微量元素 是一道特色传统名菜 这道菜的做法并不复杂 精选用鱼头一只 将鱼头洗净 剁开 放料酒 经腌10分钟 然后将腌好的鱼头大火蒸熟 再取萝卜干 米椒 生姜 蒜等切末入锅 炒香 加入鱼汤 淋浇于鱼头上 即可出锅 干南小炒鱼 说到鱼 其实除了四星望月中的粉蒸鱼 和鄱阳湖胖鱼头 江西各地都有以鱼为原材料的名菜 干南小炒鱼就是其中一道 有代表性的客家名菜 被誉为干南第一菜 这道菜的发明 推广 和明代理学大将王阳明不无关系 时任干州巡抚的王阳明 非常喜爱吃鱼 给他做菜的是当地名厨林师傅 为满足王阳明的口味 该师傅天天变换着做鱼的方法 有一天 他不小心将醋瓶看成了酒瓶 勿将醋倒进锅里烹制草鱼 没想到王阳明对这道菜大为称赞 问林师傅的菜名 因干州当地将醋称作小酒 林师傅灵机一动 回答道这是小炒鱼 在吃鱼专家王阳明的推崇下 小炒鱼很快就成为了客家菜中的名菜 茶和酒 茶文化和酒文化 都是中国百姓日常文化的一种体现 饮茶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化行为 用什么水泡什么茶 怎么喝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普通中国人不同的生活趣味 庐山云雾茶 江西秋陵山地面积广 云雾天多 自古就是全国文明的产茶区 江西洪朗面积 约占全省总面积的56% 酸性的洪朗特别适合茶叶的种植 庐山云雾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因产自江西九江境内的人间仙境庐山而得名 它始产于汉代 已有近2000年的栽种历史 庐山云雾茶不仅风味独特 而且具有疑神解乐 帮助消化 杀菌解毒 防止肠胃感染等功能 滋溪白茶 滋溪白茶被称为绿茶之王 因其满夜披嚎 壮如饮雪而得名 此茶沸水冲泡后 样子就像羽毛 茶汤亮黄 喝上去滋味清爽 清淡甘甜 而且有清乐降火的功效 岁川狗姑脑茶 狗姑脑茶是绿茶中的极品 因地得名 产于江西省岁川县 罗霄山南路狗姑脑山中 这里的海拔高于800米 高山出好茶 高海拔低气温 加上山内著名的汤壶温泉 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 狗姑脑茶的叶片在碧绿中 又微微露出带绿 表面还覆盖着一层 搂软细嫩的白蚝 只需要五至七片 即可冲泡一杯茶 冲泡后 茶汤色泽明镜清澈 茶香清幽 四特酒 四特酒来自江西省张树市 此地1700多年前就由土酒生产 据说清代时期 当地楼元龙酒坊在酒坛商标上贴了四个特字 四特酒因此而得名 周恩来曾评价他 清香纯粹 回味无穷 四特酒的四特主要体现在酿造原料 工艺 酒窖和历史上 我的家乡英雄城南昌 南昌地处中国华东地区 江西省中部偏北 干江符合下游 鄱阳湖西南岸 是江西省的政治 经济 文化 科教 和交通中心 也是中国华东地区 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 长江中游城市群 中心城市之一 南昌 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因昌大南疆 南方昌盛而得名 1927年南昌八一起义 在此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支 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 是著名的革命英雄城市 被誉为军旗升起的地方 清中国成立后 南昌制造了清中国第一架飞机 第一批海防导弹 第一辆摩托车 托拉机 是中国重要的制造中心 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源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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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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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慢好冷了 我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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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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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字 你就是你名字 你就是你名字 我叫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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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国人 你是哪个国家 你是哪个国家 我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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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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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 美国您 美国您 现在几点 现在几点钟 现在几点钟 现在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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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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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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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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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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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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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四 十四 十一 四一 十一 四一 十二 四五 十二 四五 谢谢 下下 谢谢 下下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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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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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欢迎你们能来到江西南昌旅游 我在这里等着你们 再见 再见